13号 男嘉宾你好 我刚刚在VCR里看到 就是您妈妈受她的影响 就是对这个打扫卫生 这块特别注意 然后我也是 我妈妈是有洁癖 然后就是我也是受她的影响 对卫生这块就是比较严格 然后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一件事情就是我前男友 有时候会喊她到家来吃饭 给她烧菜吃 然后后来有一次吵架 她就说了一句很伤我的话 她说你知道为什么 我不愿意去你家吗 你们家那些破规矩太多了 就是觉得客厅穿一双鞋 卧室换一双鞋 好 或这个板凳是穿着外衣做的 就不能 明白 对 就是要分清 到你们家去几个房间 不管换鞋连裤子都得换 就是居家服 我理解就是进了家门以后 要换成家居服 对 就是沙发是可以 就是穿着外衣做的 但是如果你要去到卧室里面 就是要换掉 那我好奇是你妈妈的规矩 还是你爸爸也觉得这样很棒 我爸也有点不喜欢 是吧 但是显然他爸在家 不太有什么话语权 他爸可能会用另一种语气来表达 我们家的破规矩好多 你家的破规矩好多 就这样说吧 好很多吗 其实他说他的截屁那个 我能理解 但是我关于你的前男友那个事 我觉得你值得更加好的 9号 大家好 我叫李淑敬 今年22岁 来自山东盒子 目前是在烟台 从事酒店行政方面的工作 就是我想问一下 我看到VCR里面 你会经常打扫卫生 对吗 对 然后我有个小癖好 就是我喜欢闲下来的时候 我喜欢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到床上 然后重新地摆放 多人都会这样认为这是制造麻烦 你怎么认为 我不认为 因为我也是 我衣服也蛮多的 然后我就会将所有的那个短袖卷起来 然后将秋冬的衣服全部挂起来 然后顺一遍 因为这样的话 给我感觉我自己到时候选衣服上班的时候 我马上选就可以马上走 对 我也是这样的 然后也可以腾一下空间出来 然后将空间利益最大化 对 我有这样的习惯 我也是